我上的課叫做文化研究的藍迪 那雖然說 有時候我自戀人認為 我也算是一個小小的 搖滾劇情小的我覺得 可是其實看到今天是你現在才發現 現在才剛出道的 跟Dead Zebra有個差別在哪裡比較好 那今天其實請賀老師來 是因為我每學期都固定的兩場講座 那第一場已經用到另外一個課 那這一場 我那時候覺得我一定要請賀老師來 但是我說 就是他絕對沒時間 或者他根本沒辦法出現在這個地標的話 那就算了 但是因為我說到這個地步的話就說 好吧 就來吧 那 你們都知道洪林是很難講的 沒有 沒有 我覺得我還是蠻受你疼愛的 所以你再說一說 你沒問題 人家都說我很了不起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不這樣 那我也很少用就是 我也很少追人 大概其實這種類似反則用在你身上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題目我也不知道 因為本來其實我是要請賀老師講一個去年 我們在 不是去年 上學年 八月的時候 我們在東北 剛剛老師有一個幫個talk 其實主要是講就是 某一種現在的股市的進步到 連性教育都必須要被聯合國 就是某一些就是他清定好的那個原則 以及步驟來從事的那個地步的一場 就是一場 極有爆發力跟其實在他自認其實是非常的 就是對性友好 對性非常的友善的 眾人的就是驚恐 尤其有聯合國觀察的人 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樣太好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文化人就一開始的前幾個 我稱之為那個萬年不變的 其實還是從一個老派的活命之派開始來進 那常常都會還是會 又refer回法國阿杜舍台的就是意識性太激氣的 其實所謂教育力量很重要 那其實教育非常重要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來這樣 任何可能被教育的那個 像海綿一樣的主題 明年出不同的樣子 所以說如果其實性教育 乍聽很順全 但是他如果被一個聯合國的 然後號稱他其實 就像做十一道理一樣的 性教育師的話 那會怎樣 我其實這當然是其實當時我心想想 那這個題目覺得 聽起來就更加的就是 有一種就不錯的好吃的感覺 那什麼會變成就是有土味呢 那想起來就是 其實會在各式各樣的不同的location 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很壓迷的東西 那這種壓迷的東西 我想何老師最擅長就是把這些 不但是清楚的講出來 然後那個他的 不但是論述面 尤其是氣場跟就是強大的那個 烏熊這個字啊 不知道怎麼翻譯 charisma 一定可以把這個題目講到 讓大家就是 聽了就非常惡 然後惡就非常想到一有而上的地步 所以我就介紹到這了 因為剛才我就覺得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認識的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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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嗎 一九九四左右 開始 對 就當我是一個 比如说 我比在場很多人都年輕的 arbeiten 弃小 weirdly 小、小、小、長了 tendency 都比較適合啊 對跟他媽說 我是一個天災兒童吧 頭耳 瘋瘋狂 對色 那我不これ 會很重要 也就是 一時意 DID 今天就把他就是 就這樣 直接窩位 rocks 謝謝 二話不說,我選擇沒有去講性交易的那個題目, 寫的方式的話也是很能夠代表我自己說話的態度和聯合國文件分析的, 所以我就選擇不要講那個題目,然後我又問彭琳說這個賀是什麼主題啊? 我今天就去講性交易,他說是文化研究,我說那應該講什麼正規的東西,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講,我今天就是來講文化研究, 然後也希望從兩個我做的題目來多多少少展示一下說我是怎麼做文化研究的, 我覺得這個戲比較有意思,理論的東西可能大家都能讀, 也都有很多人給你們詮釋過幾千片幾萬片, 那到底實戰的時候是怎麼樣操作的,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那我今天選的這兩個題目,因為我這醫生蠻長的做過很多各樣的題目, 我選這兩個題目,最主要說這兩個題目是,它有它一定的相類似性在, 然後它又牽涉得很廣,引起過非常非常大的風暴, 那我想從這樣子的題目出發去討論文化研究研究怎麼做, 那一般來講的話,大家上文化研究第一門課, 一定會講文化研究論是什麼之類的, 這個我就沒講,就給你們兩句話就好了, 為什麼一定要講這兩句話, 是因為我覺得理論本身也是誕生在一定的歷史、社會、政治基地的脈絡之內, 那這個誕生的脈絡是必要放在我們的視野之內, 才能夠真正去理解那個時刻所出現的, 理論和知識或批判的角度, 為什麼會是那個樣子,為什麼會採取那些素材, 為什麼會走的那樣一個方向, 那70年代大家都知道, 國民海學派所引發的這樣一個比較左翼的文化研究的分析方式的話, 它很重要的,有很多很多的內容, 但是其中一個蠻重要的內容是因為它有挑戰到傳統的經濟決定論, 所以左翼的思潮會覺得說這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是怎樣的話, 它相應的有它一個定義的社會的制度、意識形態, 各式各樣的上層建築, 那這樣一個經濟決定論, 其實也是我們過去常常被某一些左派的批判採取的角度, 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沒有守住這個經濟結構, 因為如果要贊同經濟結構, 守住這樣一個基本原則的話, 我們應該以台灣的孤人運動為最主要的奴隸目標, 怎麼你們要跑去搞性別了呢? 你們就是違背了這樣一個基本原則, 所以這樣一個非常基礎的立場, 其實是當時一直傳承下來的對我們的一些壓力, 那8090年代也就是像我呀,陳光青呀,這一代的研究生, 讀完所謂回到台灣的時刻, 也就是台灣的解嚴的時刻, 那那個時候的話,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以國民黨為主要結構核心的這個威權格局, 正在重組, 因為既然是解嚴, 就會把跟戒嚴相關的, 很多很多相關的規條、法律、限制、監控, 這些東西都要拿掉, 要重新來一套新的東西, 那在這個重組的過程當中的話, 我們那一些朋友, 還有很多其他的, 對於這個社會的轉變, 對這些前進方向有興趣的朋友, 都很積極的, 以我們的論述加入了這個, 打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的過程, 那當時的, 我們覺得比較重要的幾個, 知識分子投稿的點, 也許大家, 要做另一段時候的研究的時候, 可以去看, 比如說, 私立總報的副刊, 私立晚報, 中國時報, 它的副刊, 它的文化觀察版, 聯合報的副刊, 我的時候, 它比較少的, 也會有, 還有, 就是, 有一些刊物, 那一個時候, 像當代啊, 中國論壇, 什麼之類的, 也就是, 當時這份, 非常積極的投入血, 我們在運動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當時很努力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去壯大各不同的社運, 並且把社運串連起來, 去抵抗正運, 一定想要主導, 因為當時的話, 可以說, 所謂的, 政治自由化的, 這個, 太平, 就是後來的立民, 後來的民進黨, 當時的話, 是非常希望, 各個運動先佔解, 放下你們的目標, 我們先打倒國民黨, 我們先把威權消滅掉以後, 我們再來說, 那, 可是, 當時我們這一條, 其實所做的事情就是, 不可以有這樣一個階段, 先你上去以後, 然後再, 我們希望是所有的運動, 能夠其間並進去, 同時改造, 那這個就不講了, 因為, 我講這個部分, 只是希望說, 大家知道說文化研究, 有它出現的一些脈絡, 至於在這個脈絡裡面, 出現它的一些特質性, 那是很大的話題, 也值得大家去繼續去研究, 那我現在只是用這個方式, 去破我自己的題, 就我自己的題, 講說是文化研究, 好, 那我們就往下看說, 那我在這裡強調了兩件事情, 在我的題目裡面, 是, 一個是慧眼, 一個是試眼, 那我在講慧眼的時候, 我是希望, 大家, 在理論的基礎上出發, 而能夠看到一些, 可能平常看不見的東西, 可能, 你只看表面的話, 不會想到的東西, 因此在理論的基礎上, 你對社會結構和主體的動力, 都要深入的認知觀察, 那, 90年代, 我們在做, 女性主義的情侶解放運動的時候, 我最常被人家批判的就是說, 我們都沒有看社會結構, 社會結構就是, 男性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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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被當成一個人意志論, 已經沒有看到那個男女壓迫的那個結構的不可動搖性之類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 在文化研究的領域裡面, 社會結構和主體動力, 像這個很機械式的分野, 本身是有問題, 然後又說, 你只重一邊或不重一邊, 那是一個很簡單的, 對對方的描述, 那我希望大家有那個會, 就是說, 你要有理論的基礎, 你同時要能夠看得, 看得到在表象之外的一些東西, 你要透過你理論的能量去挖掘, 畢竟原來你看不見的時候會耐動, 或者它的意義, 然後透過你的論述看, 能不能夠激活, 在裡面存在的那個張力跟那個對抗, 另外, 視野方面的話, 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在分析事情的時候, 不要只單一的看你要分析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談女性均勻解放, 你不要只談女性, 只談情慾, 好像它跟周圍的事情有關聯, 你必須要有比較寬感的視野去看, 你要延伸到你的東西, 到比較寬感的脈絡裡面, 去看得到它的真的可能的意義, 還有多少, 那我今天要用山寨和土味的這兩個例子, 就是要去展現這個東西, 就是我怎麼樣把這兩個看起來很表面, 很容易被批判的東西, 拉到一些不一樣的脈絡裡面去展現它, 其實已經存在了一些可能的意義, 然後也因為把這個意義拉得出來, 改變人們對這兩個現象的看法的話, 它可能有機會給創造對於這些現象一些新的認知。 好,我自己以這樣子的慧眼和視野去看我自己的研究的時候, 我過去做了一些研究, 可以看得出來它的脈絡, 比方說我最早的時候在90年代初的時候, 1991年的時候, 我開始寫麥當勞華, 那在那裡面我想要去解釋的, 不是說麥當勞產業就是台灣, 而是我想去講這個外來的這個產業, 它跟本地勞動力的文化再造之間有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有什麼樣的一個操作的裸體, 我想從這個角度去談, 然後把它拉回到馬克森的這個, 左翼的這個經濟結構的分析上, 然後另外的話, 再過來到94年95年96年開始搞女性情侶解放運動以後, 我開始寫女性的解放跟APM之間的爭議, 那從這個角度去開發情侶的性別政治, 因為過去的話大家就情侶就是都是男人的, 那現在就要去談, 那你能在這個情侶運動上面可以有什麼樣的一個可能的含意或者發展, 那另外像在同情侶運動剛剛開始談97年98年, 同情侶運動要現身在台灣出現的時候, 那一個時候的話, 我也不知道當時我是在想什麼, 但是我就去寫了一個歷史的分析, 去講美國同情侶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 包括他的共產黨成員在組織裡面的發展, 我覺得我那時候是有點像, 想要大家,想要同情侶運動去思考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是要出來光光鮮鮮的, 漂漂亮亮的,好好的運氣八百, 還是我們要承認我們自己, 可能是從各式各樣的地方發出來的, 那我想要談美國的同情侶運動跟共產黨的連結, 另外的話,97年因為台北共產黨的抗爭運動, 我就陷入了新工作的研究裡面去, 那一段時候我, 冰冷靜、夏林青這些人, 我們所主宰的共產研究, 其實更過去的倡機研究是很不一樣的, 在那之前的倡機研究, 多半都是學者進入監獄, 或者是各種角度的機構裡面去, 然後在那樣的壓力環境當中去訪問, 性工作者所得到的各種類似的故事, 那在抗爭當中, 去跟共產黨談他們的生活和專業, 有很不一樣的一些展現, 另外的話, 花心別運動也給了我很多的機會去跟女性為主的性別運動對話, 希望他們看得到性別作為一個範疇的局限性, 當然下面我算在這個部分, 我等一下再講吧, 2001年開始的話, 我關信另外一個話題是網路的言論管制, 所以我就去做跟網路聯交訊息相關的議題, 就如果你這樣看下來的話, 我自己在做文化研究挑選議題的時候, 其實都是在那一個當下, 我覺得它是一個張力點, 它是它裡面在醃釀著一些東西, 它可能是發展出新的管制方式, 它可能發展出與什麼東西劃清界限, 或者它把什麼東西踩在腳下之類的, 那我希望再透過網路聯交的方法去分析出來, 到底我現在所看到在冒泡的這個事情, 它有些什麼樣的涵義, 有些什麼樣的內容, 我大概就是往這個方向去吧, 好, 那今天我要講的兩個題目, 一個是山寨, 大家到底清不清楚山寨是什麼? 不用點名, 就隨便自己講, 你們聽過這兩個字嘛, 聽過, 多半都是跟什麼相關的? 假的, 假的, 仿茂的, 而且特別是手機, 對, 沒錯, 沒錯, 是這樣子, 那我, 2008年的時候, 我正在做跟跨性別相關的研究, 而跨性別一向在我們社會當中, 就會視為是假女人, 假男人, 是假冒的, 無事勝貨, 所以我從那個地方, 剛好2008年是中國大陸, 有關於山寨辯論最高峰的時刻, 也是山寨文化整個爆發的時刻,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決定去對於山寨進行研究, 我就跑到深圳去, 蹲在深圳的山寨經濟圈的正中央, 開始去那邊做研究, 然後我寫的文章就是這, 有關於全球化縫隙中的經濟文化生產, 這方面, 到底山寨怎麼樣顯示了一個全球化經濟的發展當中, 他沒有預料到的, 第二個的話, 土味的話, 剛好是最近這幾年, 大概從1516年開始, 在大陸非常熱門的一個題目, 因為在富裕之下, 其實有很多人開始, 希望把這個富裕以實體化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是用法林澤拉買的家具, 開的車拉, 做各式各樣文化生產, 經濟生產, 那這個方面的話, 就出現了很多土味的產品, 有很多讓別人覺得說這個, 呃, 好像不太怎樣, 人們對他有很多很多的評語, 覺得說太爆發過心態啦, 不太粗筆啦, 不太俗啦, 太慫啦, 太什麼什麼, 就是都覺得品味很差的那種感覺, 那對於這樣子一個土味文化, 和土味所代表出來某種審美的這個態度的話, 我也有點想要講, 那你可以看到我給了他一個脈絡, 他的脈絡叫做繁榮盛世, 就是我認為目前土味審美, 土味文化能夠這麼恐怖的發展, 其實跟中國的繁榮盛世是有關聯的, 正好像我認為山寨之所以能夠出現山寨手機, 然後最後會變成華為, 然後能夠有其他很多的山寨文化生產, 我認為是跟全球化經濟相關的, 所以我的寫法實在, 是把這樣一個看起來被大家很鄙視的現象, 放回到一個比較大的脈絡當中, 去理解它的含義和它可能的發展, 那山寨跟土味都承受了很多很多的壓力, 有些來自於階級品味, 有些來自於國族願景, 比如覺得你這樣做好丟人見眼啊, 我們中國好不容易現在是崛起的大國, 你怎麼做這樣子的一個copy人家, 防茂的東西太沒格料了, 應該有本事自己做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壓力很大, 而且這兩個現象像山寨這個現象, 幾乎在2008、2009, 啪!消失, 就只在更邊緣的更不可見的, 不受主要關注的人的角落裡面, 還存在著極大部分的山寨場, 山寨現象都消滅了, 不大看得見,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等一下也會說一些簡單的解說, 那這些現象這個土味審美, 說不定也過幾年它會消失, 可是對我來講的話, 這一些在過渡期當中, 出現剎那的重要的景象, 其實它代表了一些東西, 那這也是我今天想最後希望能講到, 我的結論, 好,我們先來看山寨手機, 我之所以注意到也是因為, 那也是我在開始用手機的年代, 2001年的這個年代的話, 山寨是用來描寫大陸的代工製造業, 我通常都會幫助大家文化, 重要的字, 有不同顏色, 重要這裡說, 這個是重要的脈絡, 它要出在代工製造業, 那你們知道什麼叫代工製造業嗎? 就人家下單, 我們在這邊製造, 那原來的話, 人家如果在那邊製造的話, 我們是不可能知道怎麼製造的, 但是人家下了單以後, 我們就可能有它的知識, 有它的技術, 有它的基本的一些設備, 所以就有機會偷學了, 好, 代工製造業當時生產的五品牌手機, 其實我會把五品牌這三個字弄紅了, 原因是因為, 這個手機會跟原裝手機不差太多, 這是五品牌, 只是沒有那個牌子, 沒有那個縫條, 沒有那個停止保證, 好, 那那個時候中小系列替國際品牌代工生產的時候, 它有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出現, 就是原件, component, 這個的話, 我等一下再講它是什麼意思, 它跟過去的零件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原件組合的這個創新, 越來越技術快, 而整個過程更流水化, 發展出來一些新的, 不是iPhone那一級的, 但是功能強大, 價格低廉, 中低消費者需求的手機產品, 在那個時候出現, 這些手機產品呼應了在地的需求, 不是全球市場的需求, 而是在地的需求, 而逐漸開始佔據了某一些特定的市場, 非洲, 拉丁遠州這種市場, 這種就是iPhone不屑一去, 因為那邊覺得消費能力還沒到, 我就賣到那個地方去, 就好像iPhone不進中亞, 不進兩個歐亞之間的那一些小國, 不進那些地方, 因為對他來講, 那不是市場, 那不是它的股位, 那這一些後發地區, 後發國家的市場, 特別對於新的手機有所需求, 我等一下會解釋為什麼,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一些喔, 2008年非常流行的手機, 這不是香菸盒, 這是手機, 只是它有前面這一面可以裝七支喔, 因為這個是真的七支的香菸, 那後來兩塊是裝吃而已, 那就告訴你說, 這需要, 為什麼? 因為大陸的煙靈比較多, 抽煙是大陸男性很習慣性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能夠把煙盒跟手機結合在一起, 這個手機就有吸引力, 可以賣得好, 然後還有一些呢, 就是周星植的片子裡面, 常常會用各式各樣的用具, 合在一個多功能的東西上面, 那像這個多功能手機就是, 一方面可以接電話, 然後另外一方面可以刮活動, 還可以如果電池好一點的話, 像可以又做打火機, 又做電擊槍, 就是這個前面這個紅紅爐頭, 這個頭是可以電擊別人的, 這個都不是大廠牌, 這都是由山寨機場去做出來的, 這種千馬行空的, 充滿了異想的產品, 然後還有就是像這個, 現在已經非常非常普遍的用手機做投影, 這個在2008年已經出來了, 這真的用手機投影, 不像我們現在已經是很高級的機種, 當時最起碼的機種也可以做, 好,這個是我一直很想要的手機, 那一個手機的話, 這個手機什麼樣的功能都有, 它上面的話, 你看有好幾個圓圈圈, 每一個圈都是喇叭, 所以當時的話有稱呼他們, 叫做呼吸雷手機, 就那個放起來音樂非常大聲, 講起電話來, 凌晨響起來非常大聲, 你還可以裝一個大炮, OK, 就是一個大炮的鏡頭, 可以照Zoom, 像我們現在華為50倍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有用大炮鏡頭來做, 這個的話是輻射電章機, 它是手機, 都可以做, 但是還順便可以驗唱, 這種是多麼符合庶民的需求啊, 就是我所有的需求, 都可以在我的手機上面找不到, 還有當時的話, 當最流行的, 號稱的主流機的話, 就是雙卡, 哇好掉, 雙卡雙卡, 那時候三代機是三卡, 代機可以一個月, 鋪飽這個電池可以燒多久啊, 這個時候一個月, 兩個月, 不知道一年這個電池爆了, 之類的, 但是至少它在裝配上面, 好像是毫不手軟的, 好東西通通放進去, 通通擠在一個機裡面給你, 而且在外型上面, 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設計, Michael Jackson呢, 我特別做Michael Jackson的手機給你, 這個當時奧巴馬競選的當年時候, 所賣的奧巴馬機, 這都不是大廠牌肯做的機, 大廠牌會說, 哎呀, 我才不要站邊啊, 我才不要做那個很俗的, 很慫的那種, 文章叫優雅, 優雅就是簡單, 就是看起來就是很高貴的樣子, 你看, 有錢人家裡東西絕對很少, 越有錢的人家裡越少, 就是欺販, 很優雅很優雅, 但是像我們家就是堆滿垃圾, 你還可以看一下, 這種也不可能大廠牌的做, 因為這是代表了不同的信仰的, 應該是短地手的一個形狀, 然後如果是佛教的話, 可以有一個佛計, 然後它的電池上面都是包張口, 這種訴求特定消費人口群, 是大廠不做的事情, 所以大廠要做的就是希望有群出市場, 他希望要最大部分約束, 但是又要維持一定的口味的水平, 所以他必定會訴求某一種特殊的類型, 特殊的這種品味狀態, 而就不會照顧到這種所謂, 你在想用的很特殊性很高的手機狀態, 就是我在深圳華盛陸北, 在年中, 只有你想不到的款式和型號, 沒有你買不到的手機, 你想不到, 你只要你想到我們都有, 而且你都能買不到, 英文就不用讀了, 英文是有點, 直接翻譯就是了, 對, 各位你們將來很有飯吃的, 英文好的話就可以專門做這個, 幫人家做這個東西, 當然同時間也有其他的非手機的防茅, 我其實很喜歡這種防茅, 因為你看到說, 哎呀好有趣啊, 把這個英文字換掉以後, 它就突然變成另外一個意思, 這個就, 第一的乍眼看不看的話, 不熟悉的人看不出來, 一部就在哪, 對吧? 只要換一個, 只要換一個, 就可以了, 搞不好是把《Banana Republic》 跟這個混在一起, 不用了, 這個當然你們人很不高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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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2008年還出現一個新的搜索引擎, 就是, 百度, Google, 跟Yahoo, 混在一起, 查一個東西, 同時出現三個頁面, 多屌啊, 你就會想不出來說, 怎麼會有人幫你想這麼周到, 還可以比較一下, 三個搜索引擎出來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多好玩, 山寨不是我本意, 只為搜索更簡單, 哈哈, 2008年, 這個山寨手機山寨商品, 直接的燒到了山寨文化, 像, 前面, 2008年有山寨春晚出現, 大家知道春節聯歡晚會, 中國大陸一個, 二、三十年的一個傳統, 非常重要的, 我每年必定看的, 這個節目, 那, 當時的話也開始出山寨春晚, 我上不了春晚, 我自己拜一個, 我們自己小民眾, 我們這個區域, 或者我們這個集體啊, 就來拜一個, 當時流行百家獎堂, 有些人講講, 講得很好, 欸, 我沒有機會去上, 我也沒有機會去參加節目, 那我們自己來拜百家獎堂, 當時還流行山寨明星, 你說什麼? 有像嗎? 這是我真正看到的, 一個廣告, 我趕快把它拍起來, 中國開成劉德華, 秘密就是不是劉德華, 而是劉德華模仿瀉冠軍, 甘若凡是什麽 你要把全職真關掉 看起來導演 好 關著 可以 關在這裏 你幫我關一下 你上面加的有信件 可以吧 這樣可以 那這個就告訴你說 它其實是在一個酒吧 它是在一個酒吧裡面 但是天王留的華會來了 不過來的是甘若凡 華子與你相約七米酒 其實有時候他們有個大靈 醫生能有幾回 基本上他也沒有來這些 然後這個 2008年當然 全中國最大的市值一就是北京奧運 奧運生活沒有經過 沒關係 我們自己辦 所以這個鄉下就辦了 他們有自己一個奧運傳遞 為什麼不可以參與 所以奧運生活來了 然後當時的話 各地都有一些 模仿式的建築出現 不能有鳥巢 我們在杭州的山上也修一個 山寨鳥巢 然後在陝西 湖南 江西 都出現天安門 山寨 天安門 這一些風起零湧的仿貌 或者是商品 手機 以及這些文化現象 出現的時刻 也是中國大陸主流論述 開始去講大國崛起的時刻 因為2006年大國崛起這一套電視紀錄片 在中國大陸播放 它追溯了前面九個世界級大國 在歷史當中的發展 然後下面的Logical 結果就是中國的崛起 所有徵兆都在那裡 正確的方向 在那個地方 中國的崛起 一定是下一個階段 那在這樣一個 中國崛起的自豪自豪的氛圍裡面 各位可以想像 山寨當然要收到非常非常大的批判 因為你簡直就是守候 你簡直就是一顆老鼠屎 就壞了我們這些大國崛起 所以當時的話 2008年你可以看到非常激烈的 針鋒相對的 對於山寨現象的批判 好 那我在看到這一些現象 追溯這些現象 我一方面覺得很有興趣 然後覺得很興奮 另外一方面 我也必須要去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這個現象 為什麼是中國 那它出現這個現象 那中國在它的這個 全球化經濟的位置當中 為什麼會出現像山寨這樣的東西 所以就經濟生產來講的話 中國這個脈絡的特殊性何在 以至於說它可以超越仿貌 還有就是為什麼 天下其他地方在做仿貌做代工 沒有做出來像山寨這樣磅礡的 手機的這種天馬行空的形態 而到後來能夠佔據全世界 那個透發界區的幾乎全部的市場 為什麼 這樣的一個設計在市場 國內從哪裡來 為什麼中國的仿貌 可以跳脫仿貌原來的喝酒 另外在文化方面的話 也要去問就是說 那到底為什麼這個山寨想像 在2008年能夠點爆全國各地的 各式各樣的社群 各式各樣的山區也好 村落也好 都希望能夠在他們的身上去展現出來 一種偉大的崛起的成功的狀態 到底是什麼東西在2008年點燃了這個東西 這兩個問題對我來講 它指向的都統一的人頭 就是全球化的這個生產布局 這個生產布局創造了一個機會 讓中國可以崛起 讓中國可以在山寨的基礎上面 發展出來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而且使得人們在這個大國崛起的想像當中 有更多動力跟活力 那我當然要去解釋 那一個全球化的生產 我覺得這裡面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IT產業裡面 一個革命性的發展 這革命性發展就是過去的話 我們在生產線的那個年代 福特主義生產的那個年代的話 我用最簡單的方式去講就是 它是一個產品是有固定的設計 然後由大量的零件組成 然後我們有一個大的工廠 在工廠裡面工人分配在生產線 雙配線上面一個一個裝裝裝裝 然後把這東西生產出來 資本 勞動力 勞動過程和設計 都在一個廠商 所以為什麼叫福特生產模式 因為它在福特的汽車物業裡面 是最清楚的展現出來這樣一個Bug 因為它需要大資本 才能做這樣的工廠 才能夠聚集勞動力 才能夠聚集所有的零件 有設計 能夠把它裝備在一起 然後生產出來那個產品 可是現在大家可以看見 我們所謂的福特生產模式 已經不是這樣的 什麼叫外包 外包還可以外包到遙遠的地方去 我們常常有些買 出來買一件衣服 是Suyanka做的 然後是在越南製的布 可能在什麼地方做好的扣子 然後釘在這裡上面之類的 很多東西都變成是全球分包製 然後做了以後再湊集在一起 這個為什麼會分包到全球去 其實是因為追求更大的利潤 就當我這裡人工比較貴 我在這個廠裡面 全部都用我自己來做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滑不來 因為有庫存的壓力 我要有很多零件擺在旁邊 我要重新來裝 我還記得70年代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看日本的汽車工業 就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 就是在日本的大的汽車廠 原來是全包製 所有的東西都在這個廠裡面生產 然後突然開始出現了 它周圍有一些衛星工廠 這些衛星工廠專門出零件 螺絲 或者是shark 就是避震器 有各式各樣的零件 大廠本身不需要再去主藏這些零件 我只是說 今天我們需要560支避震器 哪個廠打個電話 馬上送來 誰負擔了那個成本 那個廠 而且我完全不用擔心 我要的時候 我才把那個廠的東西拿過來 我才付錢給它 在這部分的資本 不像是原來我全包的那個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走向這個分包的過程 其實是大資本的 把一些成本上的負擔 分到其他區域去 這更不要講勞動力的提供 好 所以在後福這個年代 它因為追求最高的利潤 它就有了一種 彈性的組合生產模式 不過大家要知道 所謂彈性的組合模式的話 有一些先九的條件 我把這個東西送到了越南工廠裡 越南工廠生產出什麼東西來 我第一個就要先保證 它的質量能夠搭得起來 比方說它做的那種螺絲釘 七嘴八舌的咬著 不對的話 我套起來是沒辦法想上 所以一定 它前面有個先提的條件 是標準化 在標準化 精密化的條件之下 我才能夠把東西分包出去 這個當然對於全球各地 都是一個當地的老公利益 勞動力和勞動過程的重新組合 重新要求 重新訓練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代工 現在到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 最多訓練好的人口 可以使用 它的那個教育和訓練 是比較符合 這樣一個生產模式 因此全球分工代工 知識擴散 講到這裡的話 腦筋塊的人應該可以想得到 為什麼 在深圳的山寨廠裡面 可以出這麼樣仿真 這麼樣功能龐大的這個機器了 好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一個字 叫做原件 Component 那Component的話 其實就是 零件是最小最小的 然後組合起來 一塊一塊就是原件 原件再組合起來就是模組化 我舉個例子 我家裡有一個LGB箱 然後後來有一天 它就開始 那個冷藏部分也開始結凍了 那我知道那一定是那個定溫器有問題了 打了弄太冷 我就打電話 然後來了兩個人 看起來就不很聰明的樣子 你知道那種老師傅 腦筋很好師傅 跟那種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師傅 其實look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我想說 哇這兩個人來了 不知道他會怎麼樣 結果他進去看一看說 喔所以會結凍了 好 我們就要把這一個換掉 不是去換一個那個定溫器而已 他說這一塊給他換掉 這一塊換掉的話 他就什麼事也不用做 他就離開了 明天他再把那一塊帶進來 把這一塊抽掉 把這一塊放進去 有沒有注意到 勞動者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去技術的 就他其實不需要技術的 因為所有的零件組合 這個模組的整個組合 已經使得工人可以是很普通工人 不需要那個真正的skill 那種很大的工錢的 非要他做不行的那種工人 任何一個人來放都可以 這一種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我身邊有一個Sony的notebook 然後因為我常常一面在寫作 一面聽音樂 所以那個插孔那個地方就接觸不良 因此我就說 欸這個插孔應該換很容易嘛 就把這個插孔真小快換掉 不不不 SONY公司整個那個插孔 是裝在他的整個音樂播放的這個macho上面 就是一整塊要換掉 各位注意到這裡面的話 第一個材料會耗費很大 第二我付的錢會很高 我為了要聽那一個小孔 我要講三千多塊 就那麼小小的那個小孔 所以這個插孔當中 你可以看到他為什麼發展出來 這樣子趨向於Macho的 有很多很多對於投資者 或者這個生產的組織者來講 有力的狀態 因為人工上勞動力減了 然後設計上的話也減化 有很多東西只要組合組合組合就可以 講到這你就會想到說 難怪說我們還有人可以自己組裝電腦 你有沒有想過電腦都可以你自己組裝 那你有什麼樣的知識可以組裝呢 很多時候你可能都不是那個行業的 那個專門學跟電腦相關的東西 但是你已經知道有哪幾塊東西 然後interface只要對了 叉叉叉叉叉 這就行了 這就表示說我們的生產模式已經完全改變了 過去那種需要很很高的技術 很多的零件 才能夠組成的東西現在已經不需要 現在通通用組合的方式 一塊一塊組在一起 既然可以用組合的方式 我就可以組不一樣的東西 比方說這邊它原來的喇叭可能就是這樣一個功率 我可以組一個大功率的喇叭 我可以組多一點喇叭 我可以組只要能夠畫得進去 只要能夠fit 我就可以組成一個不一樣的機型來 這也就是深圳的整個山寨產業的非常重要的一個變化的機率 就在這個時刻 剛才我已經說了 零件的標準化組合化 再加上在手機裡面組合 它要理性化 也就是說 這麼一個小手機 我們現在講的不是智能手機 傳統的功能手機 這功能手機就這麼小一點點 它要怎麼樣把所有的這種藍牙的也好 從從從從從放進去 它必須要rationalize 就要理性化這個空間 怎麼擺能夠把它所有的空間最大效能的利用 這一些知識上面的轉變 這一些組合上的轉變 都使得未來的山寨能夠這樣靈活的生產出 不一樣的機型來 這個從零件組成的元件模組 使得互換性達到極致 你可以換各式各樣的功能機種 就產生出來不一樣的手機的功能了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也是我們平常不常見的 就是精密機器 非常精確的 能夠讓你的所有的東西 能夠標準化到一個程度 精密到一個程度 大家都能fit 好 這是每一個手機裡面都會有的 當時我們用的功能手機就是 裡面有wifi的module camera的module 一個個模組 到時候只要interface插上去 它就成為一個機了 然後CD的module bluetooth的module 各式各樣的module 合在一個手機裡面 然後你合進去 你光不能只是interface 你還有一個核心的chip 一個晶片 去把它們統籌在一起 統統抓在一起 彼此配搭合作 這個感謝台灣聯發科 它有個新的晶片在2005年問世 它可以把主機板和軟體結合在一起 所以你只要插上不一樣的東西 就產生諸不同功能和原型的手機 聯發科為什麼虎靠到後來 一炮衝天上去 就在這裡 因為只有它會做這個MTK的chip 只有它會統合 這也是當時台灣的最後面的一點點優勢 當然現在有很多年 只是說當時是很英雄的 大家都知道這個chip 因為它能夠使得靈活組合 創造不同的機型成為可能 這一點這個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對於手機行業 因為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後來手機越來越不是每日的必需品 它有的時候是裝飾品 它有的時候表現個人風格的時候 個人品質的時候 個人炫耀它的跟著上時代的時候 所以手機的代間替換非常快 就是形成了一個新的產業 而這個產業的生產模式特別適合 那樣子一個換來換去的狀態 因此在深圳市我們可以看到 有3萬家當時2008年的數據 有3萬家公司一起構成了手機的生產店 他們從設計代工組裝生產設施 封裝配銷售貨服務全部提供協助 而且他們都是合法企業 他們都不是山寨商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替iPhone做 替三星做替各廠做 他做零件然後運到這些工廠去 讓他們去組裝 那自己當然也可以組裝 跨國的企業和山寨企業以賴的供應鏈 是同一群的模組零件工廠 所以你只要有零件 只要有晶片就可以來組了 也使得山寨和正本機越來越的升級 好就是我真正透過這一串分析想要講的就是 山寨不是魔法 山寨不是私生子 山寨不是一個壞胚子要做什麼事 山寨其實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自身的發展的自然結果 你都已經創造出了這樣靈活的 這樣好的一個操作的模式 那當然很自然的就會出現 所以山寨其實是這種生產模式的第一處 It's a natural and logical consequence 很自然的 而且很符合邏輯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發展 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好那下面還要再問咯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山寨為什麼會有市場 那大家為什麼不買真貨呢 雖然真貨假貨差不了的話 我幹嘛買真貨 真貨不是比較有保障嗎 對不起 資本主義的操作方式又創造了一些東西 第一消費的欲望透過全區化的媒體和商業和廣告 已經升起了大家心裡面的渴望 原來的話不知道的到不 資訊到不了的地方 現在都能夠看得到 都能想到 欸我也可以啊 這也我也要 可是我買不起 你的消費欲望在那裡 你的消費能力不在那裡 這個差距就是山寨的空間 因為山寨滿足了你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而對你來講的話 可能你也不在乎說我一定要那個真品 或者油的樣子 滿足了我 這象徵上 意義上的一種需求就可以了 所以山寨有這樣一個市場 其實也是資本主義的 這個發展過程中一個很自然的結果 在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的差距之間 產生了山寨的空間 好 如果我們要總結一下 剛才我講的 我覺得這裡面有一些隱含的山寨精神的話 第一個就是它會善用 而且活用它周遭的東西 大廠牌有的時候是有身段的 或者它有它的市場的計算和考量的 但是山寨廠的話 我並沒有想要佔大的百分比的 我也沒有想到建立我的品牌 我就是這一批賣了賺了就走了 跟台灣早期做代工業加工業一樣的 這一筆撈到我就撈了走就行了 所以在它的利潤考量上面 沒有像資本主義大企業那樣子的 精打細算去算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有它一定的草莽性格 它不在乎 它沒有說我一定要百姓哪個身段 我一定要到某個水平 我一定要怎麼樣 我就是 就這樣子 能夠有得到我一點滿足就行了 所以它的草莽性格也會使得山寨機 往往在功能上面 遠超過好的機 你們到現在為止 還在用iPhone的人 已經覺得自己很白痴了吧 你們的電池多差呀 iPhone電池有多少 看看那個數據 再看看華為電池有多少 你沒數啊 好像iPhone到現在才3000 華為是5800 那邊一天都用不完的電 不像你每天要背一個充電網 但是大家還是很iPhone愛你 沒辦法 最後就是製作內容 好 善用活用的這個草莽精神 好還有就是以小國大 我小可是我就給你釀 我就用我的方式 以我可以做的這個方式去創造 那樣子一個國發展出來的這個空間 而且很多時候像這一種草莽的 不羈的這種這種精神的話 其實會刺激另外一些類似的發展 很多沒有特定規律或標準可循的 社會文化現象都有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冒出來 形成了以善寨自居而自豪的這個新的創造 這也是2008年我們看到那個爆炸性的發展 實在是太興奮了 2008年我在觀察這個現象的時候 真的覺得太神了 兩年以後就沒有了 兩年以後 兩年以後發生什麼事待會兒講 現在我們先來回到山寨這兩個字 當年香港最早用山寨來講這種邊緣的仿貌的 或者沒有品牌的這個市場 那山寨這個字在中國文化裡面 其實還有另外一些意義 我認為這個意義都在山寨這個意象 在2008年衝上高峰的時候 它引發了另外一些讓人們更廣闊的去理解這個現象 進一步去發展這個現象的可能 比如說山寨的話 在歷史上來講山寨就是在山中的險要處 設有防守圍牆或柵欄據點的村莊 一項就是露林好漢的名寨 大家都知道寫武傳 然後這一種露林好漢的出現的話 往往是在壓力下的自救 這露林好漢不是說 哎沒事幹了我上山去打遊行圈 不是這個意思 它其實在一定歷史上的條件之下 在壓力之下可能自救 這個壓力可能來自於外族的入侵 可能盜匪人行 可能是官府的壓迫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其實有一個張力的狀態 而形成一個存在 這個存在呢 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質 比方說因為它不是正統 所以它會不尋無法 可是它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發展出來它自己的英雄情意 我在這裡其實想要講的是說 山寨不單單是IT產業中的手機 不單單是在通俗文化裡面的那種 模仿的行為 它同時也是在中國的文化裡面 歷史悠久的一種情操 這個情操是跟主流的當權者有距離的狀態 我沒有辦法在那裡面 我自己自立門戶 我自己做 那這裡面的話 這種我自己做的這種很天馬行空的力量 我也覺得跟當時已經進入中國 大概十年左右的香港電影文化 是有關聯的 特別是周星馳文化 加坡在93、94年一直到20年年初 周星馳的這個無厘頭的文化 其實對大陸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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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影響 就是那種跳出常規的想像 跳出常規的輕鬆的一種狂想 都在這個時候出現 那這個我覺得是也使得山寨的精神 特別有所發揮 大家可以看周星馳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 功夫這個電影裡面 他的背景就出在這個珠隆城寨 看到沒有 這是個山寨 好 山寨指的是在電影上面說是窮地方 窮寨子窮人住的地方 比如周星馳功夫電影裡面的珠隆城山寨 山寨是什麼 山寨是窮地方 中國大陸的代工區 我們本來就不是世界上的主流的地方 所是山寨 可是 但是 其中有一個惹詩人 也是個學者 他寫的書 有財居於大宅 無財住山寨 大財真財少 山寨盡是財 有看過功夫這個電影嗎 有 那個朱鎔戰裡有多少高手 擀個面的也是高手 做個彩虹的也是高手 到處都是高手 扛那個米面帶的也是高手 到處都是高手 所以功夫這個片子原名是叫高手 後來被改名叫做功夫 功夫老外比較懂啊 我講高手的話 我怎麼講高手的話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說 你在這幾個層面上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好 在香港眼鏡的充足文化也好 在整個山寨機 山菜產品的生產也好 山寨文化的出現也好 你看到有好幾股不同的力量 在匯集 讓山寨充滿了可能的意義 讓它成為一個可以捕捉人們的想像 而激勵人們繼續 發揮這個想像的可能性 因此 你如果換成我剛剛所講的那個故事的話 就是我認為 中國為在全球化生產的末端 卻在代工生產的基礎上面 發揮毫不保留的自我能量 開發出一天天 能與全球化的核心果競爭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中國的山寨故事裡面的那一種 老子在這裡歷歷為王 然後能夠打到朝勤來跟我講和 那一種英雄的狀態 那種草莽的氣勢 庶民同樣呢 位在國家體制的末端 沒有辦法進入去分享核心的資源和特權 卻以自己的草莽和分放 開創了嘲諷 寫你的自樂自娛 反而先動了無敵的能量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那些山寨 在各式各樣的建築 山寨奧運傳遞 山寨講堂 山寨春節聯花晚會 那同樣的 就看到那樣一個從邊緣 企圖利用主流的 elements 主流的元素 去創造它自己的一個文化的生產 這兩方面都在山寨 這樣一個豐富的文化意向的想像裡面 找到了一個代表性 就是山寨這兩個字 當然 排山倒海 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去解釋 為什麼山寨這兩個字 能夠捕捉到全中國人民的文化想像 它能夠描述在深圳所發生的這樣一個全球生產模式裡面的變化所形成的機遇 然後使得它能夠怎樣發展出來 好 下面我們來看山寨的退潮 山寨的退潮 跟科技很有關聯 2010年代智能手機論史 大家都知道智能手機的話 你們看過山寨的智能手機 除了它是高仿 除了它是模仿的 其他的話 它其實做不出個性來 因為它需要大空間 它需要很多東西去裝它的功能 它其實比較沒有像過去一樣做得很下理大人的這種模式 表現個別性的硬體空間縮小了 山寨基本上都是走進硬體的改變 那這邊的空間縮小 而且中國在2010年以後 本地的品牌開始出現 最早出現的是小米 我都還記得剛剛小米出來的時候 大家興奮差不多 因為小米第一大特色就是便宜 就是一個手機當時一下出來的時候 只要2000塊台幣 想都沒有想過的有這樣子一個便宜的價錢 可是當然很難拿到 因為它的生產力還不到 提供全國的這個貨源的程度 因此小米到現在都還有人做山寨小米 山寨華為 山寨這些 因為他們就用高仿的方式去做 就A型的 A貨 好 而且還另外就是 目前的話 手機的含義 也跟過去不太一樣 目前的智能手機的話 它有更多其他的功能 像這裡就提到的 線上的金融 電商的功能 這些都使得 我們目前的手機 越來越有它的功能性的意義 而比較沒有這種 某個人的風格 個人程度之類的 它有 它更深刻的進入了一場生活的運作 而比較沒有 還在象徵程度上面 去做個人的那個展現 在這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山寨手機 幾乎在那之後 就退回了 做高仿機 所以可以說是 一 那個利潤的縮小 使得山寨機 沒有什麼可以流利可圖 第二就是 各種各樣的 新的這個品牌的機種出現 比較高仿型的還在 還以山寨機的方式 在那個四五六線 就是更偏遠的進去去賣 可是一般大的這個都市裡面的話 都已經開始看到中國品牌 超越西洋品牌 你們看看OPPO 看看Vivo 這些華為這些手機的話 都已經超越了我們熟知的 非常多好的西洋品牌的那個機的功能 這一些的話 都是在山寨的基礎上 慢慢理解的這樣一個生產模式 而如果操弄這樣一個模式 能夠發展出來更多更好的硬體 藍體配合 在這個基礎上來講 山寨扮演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任務 我也希望是從這個角度去看山寨 重點不是它是不是磅 而是它在這樣一個過渡期當中 扮演了重要的生產性的角色 今日的山寨很可能就會明日大海 底層的邊緣的不入流的土氣十足的 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 有新的機會 它用自身的自意活力去創造新的文化產品的世界 脫胎換骨成為超越西方的品牌 這是山寨的另外一個預言 那下面我們講另外一個 就是繁榮盛世土味審美 我之所以講這個題目 最主要是因為我今年11月的時候 中國美術學院他們要講審美教育的會議 他們就說你來做主題演講 我說蛤 我又不是搞藝術教育 你幹嘛要去講主題演講 我說沒關係 你一定沒想到出什麼東西來講 因為剛好我對這個現象很有興趣 所以我就說好 那我來嘗試看寫一寫 我就想要寫這個文化生產經濟民主話 Radical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s 就是現在的話幾乎 哪個人不能拍短視頻啊 我最近才看了幾天幾夜 在看我們台灣出去的 到大陸去交換的還有去留學的學生 他們在講他們說 為什麼要去大陸讀書歌 我要做什麼樣的準備 我去看他們每一個人去怎麼樣去製作 他自己的短視頻 去描述他的留學經驗 文化生產極端民主化 誰都可以拍短片 誰都可以有短視頻 而且現在有地方可以讓你的短視頻 可以被全球看寶 這是一個多麼不可想像的發展 那這樣一個文化生產極端民主化 目前所引發的最大的爭議 就是因為他的這個流通 其實形成了土味神明的產障 因為有很多很多土味十足的東西 出現在我們的視線當中 然後就有一些人開始感覺到不凶 那這種文化生產的極端民主化 其實是有限局條件 它有一些物質條件 以富裕為基底 要有錢 能夠有機 有拍 有這個平台 然後以科技為載體 要有硬體 要有軟體 各式各樣的美顏美積美美美美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以眼球換流量為首要價值 這年頭誰有流量誰就是王道 誰就行 其他的大家都不太重要 你們如果去看最近大陸流行的 那個演員競技的節目 沒有人在看大陸流行 好多這種演員競技的節目 現在都在講出 哎呀 我們這些 有的時候啊 你想用一個好演員 可是他沒流量 他演得很好 他沒流量 可是有流量的 又不太會演 像露函 露函現在也沒什麼流量 我從大尾 真的是不太會演 可是人家有流量 所以他就流量起來了 所以這種 在這樣子的一個 好像看起來高低不分 好壞難變的 這個大陸文化的發展當中 當然會出現各式那樣的 是會焦慮和出現的 現在我就要談的 就是這樣一個現象 這種土味是哪個挑戰 先說什麼是土味 人們在說這是土味文化 這是土味這個情化 這是土味這個土味那個時候 其實土味這個詞 反映的只是亞文化的味道 也就是這個是不好的東西 它是一個低俗的東西 以其他所承受的這個蔑視 可是我覺得它有兩個層次 我們需要談的就是 第二個層次就是 廢校中在鄉主中國這本書裡面 談到的土味是什麼 是根植於在地的土壤 真的土壤啊 你看他的書的書名是 from the soil soil就是土 手裡面這樣撈起來 一把的那個土 根植於在地的土壤 而且根植於社會的組織方式 因著這個居住和耕種的方式 而形成社會組織 以及生活機理 他們會獲什麼樣的生活 有什麼樣的一些邏輯 有什麼樣的一些操作的方式 這一種文化特質 根植於土壤 根植於社會 根植於生活的 這樣子的文化特質 被稱為土味 這裡的話 你可以聽得出來 就沒有像第一個定義那樣子 能有負面的評價 那當然囉 在第三個層面還要看到 就是那個土味不是一成不變 不是本質性的 一直在那裡的 土的基底和起點 從過去 它與都市 西方 現代相對立 的這種意涵 目前已經慢慢的有 開始有各式樣的層層的意義堆疊 像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土味神美 土味情話 這些書法裡面 都很難講說 它是一定跟都會 跟西方跟現代有異的 相反的 它很可能利用的 就正是都市現代的一些元素 所以它有一些 誠誠的意義的堆疊 所以思考土味的時候 我覺得你要同時關注一些 複雜的狀態 不要只是看到那個字面上 就開始揍一張圈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在地野生的土味神美 比較受到知識論主 關注的是一個論壇叫知乎 2015年知乎上 有一個人寫的話題就是 討論國人 我國國人神美水平是怎樣的呢 然後網民在上面回應以及 開始貼的東西 都是要吐槽那些富裕發展中 很張揚很低俗的神美表現 注意啊 我用了兩個形容詞 它不是只是低俗而已 它還要有張揚 意思就是說 我不覺得那低俗是低俗或不好 我就覺得是挺令我自豪的事情 那這種張揚和低俗 其實前者可能是 特別令知識分子覺得 憂心不安的狀態 好 那其實這裡面 土味神美也包含一些例子 比方說各地有出現 其他建築 等下給你看一下照片 還有一些山泡裝潢 假的啦 或者是特別的黃金 雷人的一些招牌廣告 看了以後會 怎麼會這樣寫 醜陋的兒童遊樂設施 顏色飽和的金光劇 這個你們如果看大陸的遊戲劇 就知道 有一些劇 顏色飽和程度非常的高 我都不知道說 在那樣子的 唐朝那種 固執條件之下 會不會這樣子 就我不太清楚了 然後還有一些低俗文藝創作 換句話說 他們的這種嘲諷和批案 其實是認定富裕應該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 不能用這種低俗江洋的方式 例如 他們每一個文章的機會都會提到這一棟 看到不是三個雕像 它是一棟酒店 這是有房間的 這是河北狼房的天子大酒店 現在還在今年中 大家就去河北狼房一帶的話 可以嘗試住進去看看他們是怎樣 還有很多其他的酒店 例如它按照金木水火土 每一層金的它就全部都是金的 木的全部都木的 水啊水的土啊火啊土這樣 每一層樓都有它的一些代表的意義 其實是蠻好玩的 我覺得它的特色其實是也很有意思去想想 然後像這個是所謂土味裝潢的一種方式 它有很多元素湊在那裡面 然後很飽滿很擁擠 甚怕你都知道它有錢 我其實猜想 買冰冰的房子應該也是 算是土味裝潢的一種 只不過它用的都是進口的家具 所以它的土可能不來自於進口家具 而來自於某一種組合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他家 你再網上去搜一下 當年還有拍出他家的樣子來 還有很多那種報復的人 特別有錢的人 用金馬桶啊金水龍頭啊這個那種 這些都被視為是土味 然後當然土味情化土味短告 比老婆還熟比情人還甜 比小三更有味 錢過初戀情人就是賣瓜的短告 這年中現在這個很出名 就是非常喜歡用土味的廣告 或者土味的言語去創造 那我沒辦法給大家看全部啊 你們自己到網上去收 我就是長一點word好了 然後呢那個部分啊 就是前面是有房子啦家具啦 各式各樣的物質方面的東西 我們下面來看是特別是 短視頻這個部分 文化生產這個部分 好目前的話因為智能手機通訊軟體 音頻社群都已經整合普及 形成人人都可以上的文化生產工具 那這些基層主體積極的去投入 以手機和網路科技所提供的解決應用程式 記錄拍攝自己的生活現實與日常的方向 使盡渾身解數表現個人的智慧幽默創意 這邊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他的生活現實和日常方向 問題是你從沒有見過他的生活 你也不知道他的方向 所以你看到的時候哇 覺得好稀奇喔 沒想過 你都無知了 不是他的 第二個 使盡渾身解數去表現他 這個部分的話也造成了很多 喜歡看主謂的人的那個興趣所在 就是好努力啊 很笨拙 但是好努力 很粗筆 但是真的是用心拼死拼火的去那裡表演 那這種被大家視為很粗糙很浮誇的表演 往往是讓觀眾邊罵邊笑還是忍不了看 這是段視頻 你們走看過本音快手吧 好 那這部分當然啊 如果你只是在某個小地方放了一個短視頻 是沒人知道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在微博上面有些大V 就是那種可以影響到數百萬人的 他們開始去推 他們開始去轉傳的時候 就有更多更多人可以看到 其中最出名的兩個微博 一個是土味挖掘機 一個是土味老丁 而土味老丁那個照片不是他本人 就是東北非常著名的邪行 但是這顯然就是很欣賞他的人 好 好 這裡形成了一個微博上面的土味圈誌 就是喜歡看土味的人聚集在這一些微博上面 他們不但喜歡看 他們還會自己 這才是有趣的 就是這一些在都會裡面的 研究生啊 大學生啊 知識分子 他們開始去創造了 模仿土味短視頻的作品 然後還把它送到這一些微博上面去做的交作業 老丁我今天又交了一個作業了 大家來看他們短視頻 這就變成一個很 不是說是誰是創作者 誰在模仿誰 土味視頻的製作者 原先可能是模仿都會裡面他們所看到的連續劇 或者故事的一些劇情 然後現在的話 這個視頻又使得都市裡面的人說 我也來創造土味視頻 然後他也創造出一些新的 可能風味有些不太一樣的一些作品出來 所以這裡面形成了一個很奇妙的 一個土味的短視頻的世界 這裡面 如果你去查的話 很有名的一個人叫做雕雕哥 就是他 你看他的樣子 第一個他的背景都是鄉下 這不是什麼很精心製作的場景 然後第二的話 他本人也不是看得起來是那種 很美啊 氣質啊 帥哥啊 鮮肉啊 所以他就是很普通的一個人 然後他的動作 他的知情 他每次都叫人家 然後跳跳跳 再就是說他自己的聲音 然後會做一些 ㄇㄇㄇㄇㄇㄇㄇ 之類的 這種動作啊 話語啊 就會讓你覺得說 很突兀 很習慣 很出名的 跳跳歌 有的是有非常多的人跟隨人 然後這些短視頻 還有各式的表演啊 比如說拿磚頭砸自己頭啦 或者吃玻璃啦 或者吃蛆啊 或者吃死豬肉啊 反正有各式各樣的表現他自己 可能生活當中確實就存在了一些狀態 然後這個時候 因著短視頻 而進入了非常文明化的我們的腦筋 然後大家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 快手抖音的年代 使得這些短視頻通通進入了不同的文化的範疇裡面 各位可以想像在鄉村在農村裡面的各種 你平常不熟悉的東西 現在透過短視頻直接進入你的客廳 直接進入你的書房 那個驚訝 那種驚嚇 2018年我們看到有些雜誌開始做專題 做專題的意思就是這個現象 成為一個實的被挖掘的重要的文化發展 新中刊在2018年10月出了一個土味榨菜 已經藉以藉看而愉 Jam 為你生活 其中一篇文章就說 我們要以神土的rent光來看待土味 神土相對的就是神美 神美 神土或者甚至神愁 特別是新祥愁的 神美 神土 神愁 然後他現在說我們要用 神土的方式來討論 然後文章說抖音的快食和微博 上了一些土味視頻主要反映的是那些 眼界和审美素质受限 但是在各种媒体的境内下 渴望贴近都会份的 那种县城乡镇和都市城市的边缘人口 你又看到这里有个布局 就是都市人口在那边 然后另外一些人在这边 然后他们虽然资质有限 资源有限 可是他们已经看到了都会生活的份 他渴望进入那一个都会的份 因此他开始去创造他的土味视频 在好像有点模仿的状态当中 去展现他自己的存在 然后在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说 土味是中国相处意识的延伸 很有意思啊 有一点点听到了非常风化 也是相处意识的延伸在当代 但是他用的动词是异化 就是变质 异化成为一种生活趣味的表达 也是一种个人气质和文化的氛围 这篇文章还算是 没有那么样负面去写土味审美 凤凰周刊跟着就出了一个专题 那这个专题的话就直接写了 土味审美是在吹壶我们下一代 这很严重啊 尤其是中国人都是很看重下一代的教育 这种题目这种专题 一出来的话其实就是已经把土味审美定了 最 新中刊刚才前面一个出专题的 他在2019年4月5月以后 他又出一个专题叫低美感社会 我们时代的审美匮乏症 他先又发明一个新的名字叫审美匮乏 就是大家缺乏这方面的资质 好 那他这个专题里面有个文章叫做 中国审美十大病 他认为土味有一个审美匮乏 可是呢这种审美的贵法需要被包容 因为各阶层的审美标准都是 从真实的生活里孕育出来 有其内在原生的活力 那中国式的审美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鼓励张扬怪诞猎奇神仇 对自己的仇吐傻完全不以为耻 才以为人暴力 这个后果呢 就是耐心深度和思考为敌 比一份都学习和长期非民的价值 你可以看到他是用教育这个方式 来告诉大家说要注意 这个中国式审美 现在这个趋势是不好的 是有他的问题的 而且当他说中国审美十大病的时候 已经把所谓审美放在一个 全国都已经受到影响的那样子的说法里面 会制造出很大的紧张和恐怖 那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这个我觉得我们小时候也干过这种事 就是我们自己用硬直板 去搭 这个全部是硬直板 硬直板搭到楼房 然后把那些草放在前面 然后两个人穿上硬直板 做前代操人的那个样子 然后在那边打架 这个就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土味的表现 因为他做得很粗糙 他不是像日本那种什么变变变的 那种这种节目模仿 模仿的很像 他不是 他是做得很粗糙 然后还有就是土味短视频非常多 如果你们有看的话就知道土味短视频有一些主题是很常见的 那很常见的就是我们要说霸道总裁 或者翻转剧 你们一定看过那个翻转剧吧 翻转剧就是有一个男的然后被他女朋友骂 女朋友说他没出息啊 说你怎么不像别人能够开这样一个车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骂了半天以后那女的正要阳长而去的时候 男的这种口袋里掏出药石来 向到旁边的那个著名的名牌车上面发动开走 然后女朋友啊 翻转剧里面非常多这种 就是还有一个连续了好几次 就是比方说车站里面 看到一个老头 然后这个老头就被人家骂 骂了以后的话 有一个女生对他很好 日本人也做了一个同样的翻转剧 照顾他对他很好 然后后来就发觉要面试了 他就去面试 然后面试就发觉 没有 精灵不是这个老头 精灵是老头的儿子之类的 然后最后就是老头就把他一手挤打起来 这一种神话剧里非常多翻转 就是原先你觉得不只要怎样讲 到最后就一定跑出来跑出来这样 在这里剧里面特别有 那种有一天我会翻转的 非常多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图文短剧 在快手上面播出一定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精密的 美好的一个背景 一个设计的样子 它其实很自然的一个生活 就不像个stage的样子 然后有两个不太像演戏的人的样子的人 在演戏 这个你们一定没见过 这个你们一定没见过 无用良品 发明歌 没见过 没见过 哎呀你们可以去找找他呀 他发明了很多东西 真的太好了 就是完全无用 但是他就很慎重其事的发明出来 然后很慎重其事跟你说这个东西是怎样怎样的设计的 有意思的 而且你要注意到这些人本身就长得也很土 就土气的十足 才能够使得人们感觉到那个真正的土的样子 好那我下面没办法给你们看很多例子 只是告诉你们说这一些短视频其实呈现了下里巴人的世界 那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有常见的一些剧本的粗质的模仿 有自残自滅的自我表演 有超越常规的恶心的大胆的展现 有帅直可爱的老人和小孩 我现在最喜欢看的就是有个成都的王太太 我觉得她好像我过世的妈 然后她在这个节目上面 每一天都有一点点小小短视频 然后她在梳头啊 然后她头发很多很痛啊 或者她在探什么小便宜啊 或者她在吃饭啊 就很可爱的小老太婆 然后你们也看过有那种很早熟的小孩的短视频 那种小孩 然后妈妈就问她说 你觉得怎么样啊 小孩就说那那那那讲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觉得 哎呀好聪明啊好会讲 这种短视频非常多 我看得很多 就觉得哎呀 看得很愉快 你知道 在你生活当中带来一些非常短暂的非常小快乐 然后呢 有毫不自学的自满或自好 自己觉得自己很屌很 有钱或是我买了什么什么贵的东西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这个剧里面 就突然有个结局翻转 能够报复她所偏向过承受的提示 好 那这里的吸引力当然就来自于说 其实这是我们不常看到的真实世界 那另外一些我们在地理空间上可能被隔绝 或者在文化中间上被隔绝的另外一些世界里的发展 然后我也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是讲得自己最绝的 你随便 大家随意好不好 你们又出出地步 是你们的事 只要讲到什么地步是他的事 好 可以 没问题 你们进出 随便 好 那个 你可以这样 OK 没事 好 我想要解释的是说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张扬 这种毫不克制 毫不也遮掩的这种状态化 土威省委其实这种不以为其 张扬为荣的这个精神 其实来自于中大的整体国力的壮大富裕所带来的一种欲有容颜感 它不是一个你很狂妄自大不 它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大的范围 即使是被边缘化的偏远地质人口 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自豪和自信 他把自己的现实和幻想加入入短视迷的世界 不但可以自于自乐也渴望被欣赏 被肯定 可是当然他们这样子的自在的这个呈现的话 会引来另外一些人的不满 而另外的这个不满的话 其实代表了中国大陆的另外一股发展的趋势 这个趋势就是我一直常常在讲文明化 一个政治正确的文明化 一个繁荣盛世 往往也会出现以国族形象为目标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是大国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要结合富而好里的想象 这是很中国很传统的东西 然后以全球为掩饰场域 让全球都看得到 所以北京奥运的时候 全北京所有的衣服都不准散在外面 这个世界博览会的时候 在上海召开市博会期间 上海人不准穿睡衣上街 穿睡衣上街是一个上海的生活形态 那时候通通不准穿上去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些文明化的趋势很要求 其实是大家对于自己身份的一种想象 就是我应该要表现出来某一种状态 那再加上这一种文明化 在最近的这几年 有一个很清楚的发展 这个发展就是近年来西方国家 以普世价值强势地去扩散全球 大家都知道美国还派出同志大使到台湾来 宣慰民的同意发展得正好啊 真的有各式各样的 美国非常积极推动 这个趋势其实从欧巴巴开始很清楚 因为推动同志运动 推动同志婚姻很重要的一个针对项目 就是它要显示回教国家的区别 你看今天回教国家都还是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落伍的样子 哪有效果这么进步 我们的平等我们都能尊重 近年的西方国家 不再如果没有像过去那样强大的 用军事的方式去统一全球的状态 现在比较多就是普世价值 利益很礼貌啊 正式啊 平等啊 客制等等 去扩散全球 而且在这扩散过程当中 形成了以政治正确投注在于单一绝对的标准 还要求的这个趋势 在这样一个趋势之下 在地文化很容易被检验 很容易被批判 在中国大陆最强烈的一个例子 等一下 会提到 我刚才讲说 近年来的这个变化里面 有一个趋向于政治正确 单一正确的标准的一个趋势 而这个趋势里面可能最主要集中的区域 在性别的性的议题上面 那为什么性别和性的议题 最容易能够调度到这样的一个情绪和情感呢 我觉得在这里有几样东西 一个是说 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和平年代 和平年代的话 什么就是和平年代 就是在和平年代的过程当中 会逐渐让暴力不这么明显出来 暴力会退场 退到文化表层的后面 大家会开始很不喜欢看到人吵架 不喜欢看到人大声 不喜欢看到人表达敌意 他就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这种好好的 好好的 那所有的这种暴力和敌意 要到哪里去 人们的侵略 侵略欲如那种不满的状态 那在哪里去发现 大家还没有开始思想这个问题 所以和平年代 大家对暴力的这种恐惧和厌恶 可以在性和性别的议题上面去 去冲强两方强弱的差别 还有就是我们活在一个 大家都觉得自由很重要 因为生活越来越好 大家能够有最大的发展空间最好 所以在自由的年代的时候 会特别出现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对平等可谤 既然有自由了 你也可以这样子 我也可以这样子 为什么我不可以 就开始对平等会有特别的加码 这个今天我都没有办法展开这个每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们活在某一种 强调某一些价值的状态之下 因此会跟另外一些价值加码 这个必须要有很多时间才能分析 我现在要讲成简单这样讲 而且在进步的年代里面 那个欲望和调情都会被压力被扼杀 它的进步不是说大家更自在 反而变成了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谨慎 不要触怒别人 不要冒犯别人 不要小心 我这次去中国美国演讲的时候 那个主持我们那一场的主持人 在开眼前很小声的靠过来说 我想跟你一下 你是希望我成为你 She was here 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常规 要问这种问题了吗 你很害怕吗 我都随便你 大家是一个美国很著名的学者 这种经验很多 他说我们现在都很紧张的 就是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对方都胖啊 我带名字是什么 不能讲错 所以我要先问你 我说你问我才让我觉得非常不爽 因为随便你想问什么 我不会怎样 但是你要特别去问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种矫情 懂不懂 Anyway 我会觉得性别和性的议题 目前之所以这么样的被大家聚焦 有这么强大的情绪在里面 它其实有一些另外的因素 不是因为说现在特别多暴力 女人特别怎样怎样 而是我们有另外一些文化和全球的因素 在促使这个题目 特别容易被调度起来 然后大家会以防范性骚扰 性侵害促进平等安全 而这种为民 来去要求去加纳 重点在这里 它不是只是说我们要防范 它的防范的方式只有一条 就是要加大管制 要加大监控 要加大这个东西 来检测社会方面 这是我最反对的 我也是一个反对性 暴力的人 我也是打击暴力的人 对抗性暴力的人 但是我会要求说 你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加大社会管制 你要先去了解暴力的人有 你要先去分析 你怎么这个都不管了 就先管管管 把人通通酸起来不行 这个不是我可以赞成的 这是我今天来比较少讲的 性别议题 每一之一 好 我刚才讲说 在中国大陆这几年来 有一件事情 特别的引起国际观瞻 因为西方人都爱狗啊 然后就变成了中国特有的一些地区的狗肉文化成为了焦点 广西的狗肉节或者东北的狗肉餐厅 朝鲜族的吃狗肉的传统通通都变成了焦点 很多人都会在这样一个时节点去跑出来 然后拿着动物保护这个非常西方的主持价值冲出来 然后去批判 让广西玉林的这些人都活得很不自在 就觉得我的文化传统 可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文化传统被攻击 就被当成了一个 这叫文明的兜 用这种方式去解释 然后显示说一方是开明的进步的 然后中国这一方的话是落伍的残道 狗肉节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攻击中国大陆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好 我刚刚有讲两个事情 一个是说我们开始因着这个文化生产的民主化 而使得土味审美可以冲进大家的生活空间里面去 那另外一方面呢 整体的人们对于国家的水准 国家的形象对于品味的要求 也开始去压抑那个冲出来的那个民主的力量 他们两个虽然对立隔绝 它两个其实不太一样的力道 他们两个有共同的情感基地 都是希望被看见 土味审美希望被看见 文明化希望被全球看见 都渴望能够提升超越被认可 被欣赏被赞扬 可是差别是什么 土味审美对于文明化其实是有羡慕 其实是很欣赏 也常常模仿 也蛮希望自己能够像文明化的那样子的人 但是他的模仿和学习 常常结果是过而不及 学而不想 他对于文明化是有一种新鲜的 觉得那是多回份 那是比较高级的 那是比较文明的 虽然我有学 我有努力了 但是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 那文明化的主体相反的 他在遇到土味主体的时候 确实非常不一样太多 刚才我说土味审美对文明化主体 是欣赏的 是欣赏的 可是文明化主体遇到土味主体的时候 就是傲慢 蔑视的 使责的 那有些人就会说了 哎呀这个审美 土味审美程度太差了 我应该提升 我加强审美教育 我当时在讲证 我就好担心 在美術学院的这个会议当中 会得出来一些政策上的推荐 说要再加强审美教育 我就很怕这个 所以我当时就直接去讲证 我说这种要求说 要把低的提升到高 单向去要求低阶努力 向高阶提升 那就是认定土味文化 背后千千万万的农民 大爷大娘 打工青年男女的感觉的经验 定无可处 你是坚持他们没有资格分享 今日和黄荣盛世 所提供的文化生产渠道 意思也就是说 人人都可以做短视频 为什么他都不可以做 为什么 为什么要被你清理 被你进化 被你扫除 凭什么 你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 他们不能分享这个文化渠道 当然我们要求的也不是那种 我们要多元diversity 故事开明很空泛的那种 多元多元尊重尊重 我其实觉得我们要的不是尊重 我觉得在差异性的这种文化群体之间 所要的是彼此的认识和认可 而不是只是尊重这种空话而已 相互的认可很重要 换句话说 我们看到山寨文化出现 我们看到楚慧文化出现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它空间 时间 资源 而不是去消灭它 你不是看到一个东西我不欣赏 我不喜欢 啪啪 两个巴掌拿回去 相反的 你要给它空间 给它撕裂 让双方去有机会去认识 各自曾经活过的历史 以及现在活着的现实 去认识彼此 去看吴用哥哥他活在什么样的状态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让双方去深入理解彼此的梦想 彼此的价值感受和愿意 以便看懂 而且去欣赏对方的审美和文明观念 你没有理由一上来就不谢人家 而这种双方彼此看见 拉动彼此之间的距离 不是不可能 我们现在有看到一些趋势 这只是我个人所看到的一些 透过我喜欢看的电视所看到的东西 比方说 各位一定知道中国的嘻哈 中国新说唱 这一类型的节目 它尝试让说唱的文化 而且不是只是西方而已 你注意看 这几届都很强调的是本土的说唱 所以像周延盖的说唱进来 或者中国风的说唱进来 是福克斯的这个说唱 这都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非常有中国味的说唱 这个话都改变了说唱 本身在西方诞生的那种 街头的那种状态 它有中国的含义 这个当然是我蛮喜欢的节目 是一啦 不是因为都是鲜肉 而是因为都唱得真是很好 这是深入人心 如果没看过的话 YouTube上面有啦 他们也真都是鲜肉 但是他们唱得真是很好 然后再看 最近的演员竞技节目 现在同时这三档都在播 冰封对决 我就是演员张子怡 那个系统下来第三季 演员情就为陈凯歌的这个是第一次 然后演技派这个的话 是演技工略的导演 是所制作的题目 这一些正在进行当中 也正在改变演员的定义 这个是我大力推荐 你不看的话 你都不知道应该有多神 这舞蹈风暴 大陆的专业的这些舞蹈学校的学生 或者舞团的成员 他们太厉害了 我每一次看节目 整个晚上都想 哇 哇 太厉害了 太厉害 就是那种苦练才能得到的结果 非常非常明显 这个才是 没话说 超爱这个节目 其他前几年还有一系列的舞蹈竞赛 金星在上面单身评审的 我每一季都追的 每一季都看的 我喜欢看Excellence 就是卓越 这种人们 无论你是哪一种卓越 你做菜很卓越 你砍竹子很卓越 什么什么卓越 我都有视剧 今天我看主播的视频 你也有视剧 我就喜欢看卓越 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抽越连人能够做的一个状态 不管你是往上 往左往右往下 今年夏天有两档乐队的相关节目 都可以看乐队的夏天跟一起乐对吧 很不一样的节目 欢迎你们看一看以后去理解一下乐队是怎么回事 好 我给你看的这些节目是因为我在这些节目里面其实看到他们本来是像那种唱美声的 我刚刚说的一个小鲜肉节目深入人心 他们是唱美声的 根本平常演出的时候没人看的 他们演歌舞剧台上的人比台下还多 很惨的 那这种小众的很专业的艺术形式 但是在这些节目里面去跟通俗文化接在一起去制造偶像文化 去创造他偶像的群体 慢慢开始去改变了表演者跟观众之间的情感互动 形成新的粉丝和偶像文化 我都变成粉丝了 我去看过《深入人心》两场演唱会 而且我就跑到演唱会之前 下午的时候粉丝全部都聚集在表演厅附近的公园里面 我就混到里面去看粉丝文化怎么操作 我也收集粉丝文化自己制作的照片啊什么那些 太有意思了 就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观察新的人际组合的方式 然后这些粉丝怎么样去组一个团体 他怎么样去创造他自己的跟随者 他怎么样去发展跟他的偶像之间的关系 非常那个好玩的一个粉丝文化 就算说这些节目的出现 这些节目里面所形成的这种互动也好联系也好 就算这些变化可能是源自于影视或者娱乐业 开拓新商机抢占流量的一个企图 但是多多少少有他正在改变 像目前的话这些美声文化的节目 美声文化他们出来在出演的时候都卖票了 票都能够卖在哪儿了 如果大家有看郭德纲的相声节目的话 他透过这个小品牙演出的话 目前他们的相声场子也开始出现迷妹 把整个场子的票都来玩的这种方式 你正在改变人们接触哪一些艺术形式的 这个化学的一个效率 他都有可能会去模仿 人间的艺术这些学生业分野 好 下面还推荐一个我蛮喜欢看的 都会人模仿土味的短剧 大家有看过这个吗 朱立南的《枯燥世界》 从今年7月才开始的 然后他就专门演这种霸道种男剧和翻短剧 然后他每一次他的这个短短剧结尾就会说 有小人的快乐往往就是这么胡适无法且胡适 然后在每一部短剧 我就看到他怎么样用他的钱 用他的势力去创造别人命运的转变 那这个命运 而且这种剧很有意思 他是公然的展现政治不正确 例如他在这里面他看到谁 他就好像恶作巨人家 比方说他就把他的这个朋友 他就会然后把他送到非洲去 或者他这些员工 他今天进来又看这个员工觉得 嗯 我觉得他今天表情怎样怎样 因此我突然下调子就把他送到非洲去 在这个剧集里面 朱立南的剧集里面 非洲是一个极其遥远 极其与世界合绝的地方 非常政治不正确 充满了极细 可是他在这样一个剧里面之后 他就有他的一些特殊的意义 那我选这个照片是因为 在这个剧里面他都会说 好吧 我把我的老律视表借给他 戴一分钟 那老律视表刚碰到他这个人 皮肤之后就跪下来感激气淋 这个剧里面有很多感激气淋的场面 然后朱立南就把它扶起来 你们真的要去看一看这个朱立南的拍法 因为它是一个冷面笑匠 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非常好看的文剧 现在已经有七十集了 好 另外的话就是抖音 你不要以为抖音值得平台 不 抖音已经办了第二届的美好奇妙夜 这个是今年10月19号 刚刚才办过 我有看 然后这个奇妙夜这个晚会 它不是有什么双十一晚会 双十二晚会推销 什么什么 这个晚会也跟人家不太一样 这个晚会里面 他今年主题到了看见每个名 给每一个普通贊助平台的人 然后他节目里面 在这一个晚会里面 至少上了一百多个平台人 就是抖音的大主人 特别受人要关注的 各式各样的人 他们都被送上去 然后几乎都是没有上过台的 122位抖音的创作者 他在节目里面称呼他们叫抖音创作者 我相信那些搞土味的搞什么之类的 在那一刹那突然感觉到自己 被看见抖音的创作者 这些普通人从手机的小屏幕 开始走上电视的大屏幕 而且当天晚上 他是与艺人并肩的 就是肖敬腾跟朗朗 然后还会被两个素人一起表演 那个感觉我觉得是整个抖音的群众 而且抖音群众大部分是乡镇的区域的 这些人都在那一个晚上 感觉到自己没提升 这些土味的人群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些shift 这些转变 比如说前面我讲的说 节目里面的从美声到歌剧到演员 开始跟偶像的公主文化结合 以及抖音晚会 让普通人能够跟进入艺人的那个状态 抖音给每一个抖音创作者 都提供了一个看见和被看见的舞台 每一个人都被发现 被记录 被肯定 这个平台表达对用户的重视 和对优质内容创作者的扶持 它可以让抖音的整个群体都串联起来 也可能会形成改变功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正能改变 但是我觉得它是有可能的 我们必须看到 而且容许有这样一个可能 而不是很快就说 哎呀抖音太差了 不要了 好 在另外一方面我也说 土味确实是用促的 是杂种的 我不会美败它 我就告诉你说 它就是用促和杂种的 可是 土味它对自己的现状 或自己的本土特质感到得意而负 真的觉得 我的什么都是香的 我什么都是好的 我做的这个毫无用处的菜刀 也是个值得我骄傲的东西 那这一种对于自己的 你可以说错误的认知 以及另外一方面 它又对文明和现代 对东西西方很羡慕 那你也可以说 这是一种错误的 对西方的认知 可是在这个时候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 武士这种文明化的状态的话 它有了中国的特殊文明化 换句话说 你今天要分析文明化 你不许看到中国这个脉络里面 它所有的动品是不太一样 它的阶级分布不太一样 它能够操作的文化生产工具不一样 所以你分析文明化 就不能去抄西方的文明化理论而已 要看到中国的这个特殊性 所以你看到土味的肤浅 你不能只把它当肤浅 你必须要看到它在中国崛起 这样一个与西方文明化斗争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的含义 你要去看到这一点 另外还有它甚至在地缘政治上 抖音也是有意义的 今年11月5号上个月 美国参议院就抖音国际版TekTok 在美国可能造成国安威学举行听政会 我听见了一下华为 说它收集使用者情报 其实收集使用者是没在做啊 中华电信也在做啊 MOMO也在做啊 PC Home也在做啊 哪个企业没有在收集我们的情报 大数据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还变成国家很重要的政策了 那此刻的话 服务主卫 而且被无数主卫视频支撑的这个传播渠道 也就是TekTok也就是抖音 已经和华为一样承载了很文耀的地缘政治的行为 你如果只看到它是庸俗 你就没看到它 它已经在地缘政治上有它重要的意义 你必须去看它还能作响 它有没有可能发展出另外一些东西来 这很值得我们深入去理解 而不是轻易的就说 哎呀这个好肤浅啊 这个好粗笔啊 那算了不要理他 No 它被全球都弄成 这一点你就必须要跟全球一样的去关注 那它到底在做什么 它在形成怎样的社局 它在形成怎样的习惯 它在形成怎样的品味 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此对于土味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不同的文化口味在互动中必须要相互理解 彼此学习 这个是我们与社会融合的重要的过程 特别是面对西方目前积极扩散的文化 以及它所占据的知识优势和道德正当性 特别是它所造成的离地 对立和撕裂 我说的离地就是那种 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活得不像是我们活在这个地方的人 就是 我虽然活在香港 可是我会议着美国 还有英国的国际说感谢你们 我常常觉得这些人有点离地 你落下来一点点 看看你自己的地方吧 离地就是不屑于自己的文族文化 不屑于自己的生活环境 那种 因为加入了全球普世社群而来的自傲 而在这个自傲过程当中也造成了撕裂 洪林提到说 我去讲美国的性教育文件 而且各文件本身也会在本地造成离地这些分子 因为只有西方的性教育理念才是对的 我们中国所有所传承的东西都不值得一提 这种就是离地 而且这种离地往往会形成撕裂 因为反过头来就会对自己的文化 不断地批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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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向往渴望西方的投续价值 我们面对西方它的知识优势和道德正当性 我们要想的是 我们要如何的去认可 如何的融入去理解 属于这个土地的土地 的土味审美 它这种实践和它这个世界 知识分子都必须要往这个方向去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就是使得这样的文化融合 社会融合 能够有机会有时间发展 我最想说的是 这是文字 最想说的 我们面对了一个太快速 而且过分决断是非对错的年代 就是我们每次遇见一件事情 都是先去讲对错 都是先去批判 我们都会去找别人的错误 而没有想到自己是怎样的状态 我觉得有两个字是我们现在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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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的美德 叫做惭愧 就是对于自我的检验 知道自己的不够 知道自己的差 我们没有 我们总是以非常傲慢的姿态 是说别人是压迫者 别人是什么 批判很多 太快速每一件事情一来以后 马上就发了我们的脸书发言 没有去好好想一想 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听说一件事情 马上就下结论马上就跳出来 然后就马上要砍谁 这一种太快速的决断是非 其实对于历史的傲慢 你没有给事情一个发展的过程 你没有去花一点时间去知道事情在怎么发生 你第一个时间 如果你感觉到了强大的不屑和谴责 马上情绪很激烈的跳起来的时候 这个正是你最需要好好去思考 你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情绪 这个情绪有哪些力量在使得它大 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这两个现象 在我们分析过程中 都有曾经尝试着让大家看到说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 它是有很多其他的力量 在它周围因此而形成某种形象 山寨 山寨不是只是仿冒所建的 它有一些文化的传统 它有一些传统上面给予我们的精神想象 我们这种抗暴的从弱能够打倒墙 然后从弱能够爬到墙的这个位置 这一些想象都在我们对于山寨现象理解当中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时间 才能够看到一个事物的发展 也才能够发现事物的生存的意思 比如说我这次在中文文件的时候 有人提问说你觉得普世价值 是不是还是可用的东西 你说问题不是在于普世价值 而是相对于普世价值的在地的特殊 那普世是universal嘛 特殊是particular 就是相对于普世价值的特殊 往往是不太一样的 例如我们大家都深信民主 中国也是支持民主 去看它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里面 也有民主的 可是对西方国家来讲 民主就是选举政治 没有选举没有政治 就没有民主 哪有时候只有这样一个制度呢 可是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民主可能就是人民优先 为人民服务 人民赢 在那个价值体系上 都是很高的一位置 又或者说 中国大陆目前也是在实行资本主义 你可以从我走到某个角度来讲 它很多路途走的是资本主义 它走的资本主义 就跟美国的资本主义很不一样 现在美国之所以用trade war 这个贸易战来打中国 就是说你日本人走 会走这样子的路 不准你走这样子的路 你不准去跟那些人发展什么东西 你不准去用这种方式去做那种事 就是要照着我们所决定的资本主义道路走才行 可是问题是 如果这里有两条不一样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 一点时间看看它做出来的结果 你看看它做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比你美国的资本主义走得要好 能够照顾到人民的需求 你总要有点时间 而不是说一看就说 你走的不对 你没有照我们的 因此我就要惩罚你 我就来贸易战 我觉得像这一类型的 不要太快跳出来做结论 给点时间 多研究 多知道一些事情 再做出彼此的判断 现在我们可能是活在一个太过分的执照的年代 我们太快的想要有结论 我们太快的想要做出一个反应 这是我们需要学到的一个教训 就是不要太快 不要太决断的去否定一件事情 你看我们很少就想赞成 我们就是否定别人 然后特别是那种想要急于遏制或消灭目标的冲动 我们看了一件东西 我们知道它真不好 我们应该消灭它 就突然就变成那样子一个全面要去消灭对方的一个冲动 这种冲动都需要我们反省 我们需要有耐心开阔的观想分析 在理论的基础上去开展我们的文化研究 谢谢 我们要说要 要是有那个水气 或是有灵面很不容易 现在没有冷写 要怎么说 要是有灵魂的 要是有灵魂的 一定要 要是灵魂的 要是灵魂的 太难了 可以啊 其实是灵魂的 其实大家如果就是随时进出都可以 因为我太习惯就是 让课堂上这样做 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告诉任何 欸就这样的弯弹轟的各位 所以 其实我们知道这么慎重的询问 有点麻烦 好 他在讲什么 他才有一碗慎重的询问说 可不可以请你停止一段东西 我先停止了 你那边在慎重 不然真的哪样 行过停止 其实不是可以自愿 比如说是你要不要休息 我要 要休息五分钟 我要 他们可以休息 好吧 如果你休息 他们才愿意休息 那就休息五分钟 谢谢